大家好 歡迎收看 家瑜的投資 左營台股大漲362點 今天回檔180點 吐回去了一半 就這兩天一個 指數來做比較 還是多方勝出 其實在上個禮拜 台股連跌三天 跌了快700點 我就已經跟你預告 其實這禮拜的盤勢 應該是一個整理的架構居多 為什麼昨天突然大漲300多點 王仁勳執行漲的一席話 點名了市議黨的一個 AI相關概念股票 讓昨天台股大漲 但是似乎有曇花一現的感覺 今天又吐回去180點 不過我只能告訴你 選股還是要有依據 操作要有一定的一個節奏性 該來的他會來 不該來的他也會還給你 所以對於目前這禮拜的一個整理盤 式的一個架構 逢低承接 真的可以逢低承接 畢竟上禮拜台股已經回檔了 將近700點了 小跌小買大跌大買 回檔1000點以上才是大跌 所以這禮拜什麼股票 可以逢低承接 把健老師的節目看完 你一定會得到一個正面的幫助 今天圓鋼再度亮燈 昨天漲停 今天再漲停 當然你也可以歸類說 是因為黃仁勳執行長 點名了圓鋼 所以他就會連續兩天攻漲停 這樣加你覺得適合嗎 有一些股票 黃仁勳執行長點名也沒有漲 22301的光寶科 從我們賣掉之後 12賣掉之後 對 昨天漲 小漲今天會跟藏的 所以不是市場上怎麼解讀 行情就會怎麼走 沒那麼簡單 做股票賺錢真的沒那麼簡單 這檔原鋼到今為止 績效超過八成 超標了 如果他讓我們的會員 的一個績效超過一倍 就是達正 就是達正 整個原鋼的一個架構 這個長的回檔 2月份36.7 重挫半根拉回低階 大漲51.5賣 將近五成利潤落袋 回檔修正為什麼可以接回 他的基本面真的沒有改變 他的明星級產品有改變嗎 這明星級產品上的一個模組 早在之前就跟你分享過 我的一個產業研究報告 三月份就分享過了 對 原鋼 對 驅動AI模組上 跟回答合作的明星級產品 內容你至於看 不然就訂閱 親老師的一個LINE 連結我的臉書社團 不定時提供給你 價錢投資概念 給機油股的未來展望 關於產業研究 所以你高點有賣 基本面沒有改變 明星級產品沒有改變 可以做承接結尾的動作嗎 這都跟你對時對價過了 是不是 買完之後兩天漲了是幾% 重點是這一根長黑 跌到41.2 有沒有 漲二退一多方勝 這一根長黑 或許你賺了10% 你認為說先賣一趟 你先賣一趟 可能就接不回來你知道嗎 所以這一天是關鍵性的一天 5月23號雲鋼 長黑 開高走低 最高44.6 最低41.2 多方勝出 多方勝出 所以面對台股這禮拜的整理架構 多方勝出 上禮拜已經跌掉了快700點 這禮拜其實它再大跌的 機率不太高 整理的一個架構 整理架構急殺早買點 所以多方勝出的原鋼 是1.2要賣嗎 你賣了後面就跟你沒有緣分了 這根長黑多方勝 接下來 對 又多了是幾% 46.2 上禮拜三來到48.6 再創破斷新高 大盤跌195點 昨天原鋼一開盤 馬上亮燈49.15 快三成了 快三成了 對 昨天的原鋼一開盤很強 今天原鋼一開盤更強 馬上鎖掌停 馬上鎖掌停 越來越強 如果他的一個基本面 沒有得到市場上認同度 這驅動AI模組上 沒有得到市場上 不管是法輪圈 公司派 或是中事務 外圍的主力的認同度 他不可能一架鎖掌停 我剛剛有舉例 光寶科 光寶科也是 對 黃仁勳董事長 點名的其中一檔 他今天有大漲嗎 他今天有掌停嗎 也是沒有 但不是這樣說 所以整個原鋼的一個架構 今天已經來到所謂的50塊錢了 本波段這一波段4成 前波段48% 加起來88% 吉祥的一個數字 超標 超標 我講過333翻倍計畫 我們的預期一檔三成 三成叫達標 超過五成叫超標 如果真的來到一倍的一個架構 叫做達正 叫做達正 所以今天原鋼兩階段 88%超標 如果他往上走高 讓我們的會員達到一倍的利潤 我會改成達正 這紀念度你會看到 我不厭其煩的 拿出達標 超標 達正的一個技巧 來跟你分享 我們如果幫會員創造 333翻倍計畫的一個效果 我說過 我不喜歡跟你呼口號 我也不喜歡跟你畫大餅 那沒效啊 盤要講得準 股票要做得實在 那個利潤所帶給你的乘數效果 你會一檔接著一檔看得到的 所以333翻倍計畫 就是一檔賺三成 三檔讓你財務翻倍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先生有沒有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你認為呢 我說過要賺三成 比較容易 賺五成有一定的難度 賺一倍要有 所謂的一個堅強實力 否則 否則在目前的行情 比方每次看到大盤跌 很多人就懷猶上市 就認為這個盤沒有機會 那你昨天在高興什麼 昨天大漲362點 你在高興什麼 今天不過小跌180點 你又認為沒有機會了 為什麼要跟你說反市場 懸故的一個方向 當然是價值型投資標的 那技術面臨一個操作呢 反市場 等一下要敢跟我買 來到資生機買點不買 然後漲上去的 又說要去追高 又來問我可不可以追 盲從總是讓你資產套在高點 反市場的一個操作 降低你的成本 降低你的風險 有低點跟我上車 這禮拜整理盤了 我本來預期就整理盤了 整理盤不好嗎 整理盤不好嗎 你有更多的時間 買在一個低檔區嗎 是不是 520總統就職那一天 對 連續兩天盤中跌100多點 你沒有買不是上去了嗎 對 大家怕新任總統 對兩岸言論的一個分析 有一點過度 贏不死 那為什麼 為什麼馬上就衝出去 所以這禮拜 如果在這邊盤旋 在那邊震盪 你不覺得那是你 該逢低成績的一個時機嗎 之前漲 不敢追 跌 你真的要敢跟我買 不然你又要廢這個一個 難得逢低成績的時機 好不好 所以整個原缸 對 之前 之前這邊沒有買的 這邊沒有加碼的 那這兩天你怎麼辦 這一根長A你被洗掉了 後面你怎麼辦 所以波段的一個操作 要給我時間 這一天跌到41.2 對不對 上去回檔長A 多方勝出 5月23號這一天 這一天你如果被洗出去了 後面這一段 大概有三成的利潤 溜失掉了 不是嗎 所以原缸的一個架構 建構在它的一個基本面 得到市場上認同度 縱使沒有黃仁勳 點名該來的他就是未來 該來的他就是未來 不是嗎 所以對於一檔價錢 投資在那個機油股 他的產業研究報告 所給你的信心 你要懂得領先市場掌握 你如果知道這檔股票 有明星級的產品 幫它的業績加值 未來市場上認同度很高 你就敢低點跟我買 你就不會被洗掉 這是操作好不好 神機 強固型電腦 高毛利率 對 你看它的一個架構 跟一般的桌機 跟一般的筆電就是不一樣 因為它可以在零下30度 跟所謂的高溫60度的環境運作 所以它的各方面的零組件 比一般的桌機筆電要強很多 所以毛利率很高 高毛利率 我們當初在1月份的104 有沒有開始買 當初漲到161 是不是 我們賺了一波段 我不敢跟你說我們賺到161 沒有 我們賺了一波段 賺了一波段之後 你所看到的是 當時候00940 在高點把它納入成分股 很多人的神機是買在150 160 那接下來怎麼辦 接下來怎麼辦 就是說我常告訴你的 不要人云亦予 不要人多的地方去湊人腦 取軟的心態 在目前的一個股票市場上 萬萬不可取 你不要以為大家一波瘋的 去搶00939 00940 你就覺得很安心 反正大家都在買 它一定會上 反市場 反市場 大家都在買 它就會跌 你有沒有買在00939 00940的高點 套了一屁股 是不是 包括成分股也是一樣 神機 神機 納入00940的成分股 結果它有漲嗎 漲了一小段而已 你不走就下來了 下還是一大段 是不是 所以我們該買的位置 是在低檔區的104 100出頭買神機很安全 可以漲到161 對 漲了快六成 現在回檔又回到107.5 又是100出頭 又在低檔剛突破 我有沒有進場 我有沒有進場 所以當我進場 投信剔除 在賣神機的同時 我不會怕 我不會怕 投信賣一直賣 一直賣 我說投信賣光就會漲了 上禮拜五 投信還在賣 每天都在賣 我都等漲了 今天一個神機 來到117的短波斷高 這三天是紅街棒 包括上個禮拜 連跌三天 所帶給神機的衝擊 似乎不像大盤那麼多 對 大盤 大盤在這裡 對 那神機呢 神機有嗎 這三天表現還不錯 連三紅 紅街棒 到昨天為止 神機投信還在賣 總共這個階段賣超了 36063張 這邊數過來也是36063 很吉祥的一個數字 很吉祥 投信賣越多我越高興 簡單來講就是如此 所以台股的一個架構 今天跌180點 神機還要到短波高 你認為他不該衝上去 有沒有這個機會 當時候光寶科 我在低檔區 第二隻腳的買點買的時候 一樣投信 把它剃除成分股 投信一直賣 光寶科一直漲 比照辦理 所以神機送分體 61億的股本 憲哥大方的送給你 他還會在漲 他還會在漲 你不相信嗎 投信 這兩個禮拜賣超了3萬多張 有賣下去嗎 對 投信那時候納入成分股 有把它抬上去嗎 所以你應該知道操作股票 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 如果操作股票 如同大家想的 大家都是富翁 對 大家都可以買房買車 不用工作那麼辛苦 樹葉有專攻 你想要在這個股票市場上 成為頂端的贏家 歡迎加入榮家軍的行列 我會告訴你方向 我會告訴你策略 我會告訴你標的 我會告訴你買賣點 好不好 神機送分體 真的是送分體 資源 ASICIP讓它第一季營收創新高 這種股票跌很深 跌了快200塊錢 首度站上月線做進場 對 基本面沒有問題 回檔跌了200塊錢 是籌碼面的問題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當時候台股是往上走高 資源是往下走低 跟基本面沒有關係 跟籌碼面有關係 所以一直被月線壓著打 跌身站上月線5月28號那天 我有進場 進場完之後大漲隔天 回檔293 要跟著高手來操作 我說資源他不會扶搖直上 他不會扶搖直上 操作難度是有一定的一個架構 因為籌碼比較不利於 他的一個V型反轉 所以漲一天跌一天很正常 隔天30號來到307 不是又紅的嗎 上禮拜五 296.5又抵了 命中 符合我的規劃 今天資源又來到310 短波段高 對 我怎麼掌握一檔個股的一個節奏性 你跟上來你就知道 好不好 不要再場外觀賞 你看完節目再去做動作的 你買股票玩我一天 賣股票也玩我一天 一來一往差兩天 你賣付 你會經常招 經常抓股招臂 跟上盤中我照顧你的訊息 安全可靠 對 又有波段 甚至還有價差 你好好的跟你就知道 在外面看 看很過癮 但你自己付出行動呢 你操作會比我順利嗎 你賺的會比我多嗎 你自己扪心自問 這檔營收進度新高的極油股 上禮拜三大盤開始跌 上禮拜三四五大盤連跌三天 跌得快700點 它有跌嗎 它有跌嗎 都沒有跌到昨天禮拜一 還是紅K棒 我說它要衝了 補量就會衝 對 今天這檔股票沒有衝 它只是來到短波段高 大盤是不是壓回180點 它來到短波段高 從上禮拜三大盤開始回檔 你跟我佈局這檔股票的 你跟我佈局這檔股票的 它有因為這三天重挫而修正嗎 不跌今天來到短波高 未來它絕對有波段利潤 跌時要人幫 清老師一定幫 有任何問題加入我的LINE 小組AI8085 每天給你兩通的抗訊 一通再收盤檢營給你 掌握即時的盤勢 一通下午給你 幫你看見未來 兩通非常有價值的抗訊 載我的LINE 有問題來留言 我會進入我的一個專業實力 幫你解決任何的疑難雜症 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重電類股的華城 這要第二隻腳 這要第一隻腳 很明顯吧 所以整一個華城的一個架構 我認為應該 往上走高的機率是相當大的 畢竟它的一個 訂單年限度看到2026 至少 目前來看2028應該沒有問題 經驗度是2024 所以整個華城的一個架構 當時候5月24號 低檔只跌落底的買點673 兩天有82塊錢的一個價差 755很快 對高價股有這個好處 有價差就賺價差 有波段我會賺波段 所以當他回檔修正 今天跌到676 第二隻腳 第二隻腳 當作第一隻腳673 今天676 沒有錯吧 676有沒有比673高一點 黃金右腳買點 一旦確立就要進場 今天9點25分的華城 690以下買 25分 688你對價 平白以下進場 我常告訴你 我喜歡在大盤回檔修正 告訴我逢低承接嗎 今天盤中跌幾點 最低跌227點 對不對 買什麼股票 華城是可以買的 華城是可以買的 688逢低承接盤中拉高706 是不是 低風險的操作 第一隻腳沒有賺 很正常 第一隻腳80幾塊錢沒有賺 很正常 如果你沒有跑的話 那回檔第二隻腳 要不要進場 要不要進場 通常第二隻腳的一個射程 會比較遠一點 會過第一隻腳前波的高點 簡單來講是如此 其實滿簡單的技術分析 分享給同朋友學以致用 畢竟親老師不可能 在電視或在投顧界 永遠當分析師 畢竟有一定的年紀 畢竟 常常講的 血壓有點高 所以我們目前還滿養生的 所以我能在電視上 公開給你的教學要學起來 甚至可以錄起來 以後自己 學成自己的一門功夫 我到時候 我沒有辦法在電視上解盤 給你知道的同時 你自己把我的一些 獨門的一個專業技巧 拿出來用 相信在排股這個潛艇性市場 你一樣可以渡過難關 關關難過 關關過 上禮拜跌了快700點 第一關 這禮拜的一個整理架構 是第二關 中心電也是重電類股的 當時5月24號來到158 低檔只跌 訂單年紀度一樣 2026 2028 上禮拜我說稱得還不錯的 中心電 大盤跌 開始跌 上禮拜345 大盤跌 到今天為止大盤還跌180點 我認為中心電也是有機會往上 還有機會往上 畢竟低檔 低檔如果表現的一個架構 是一個還滿強勢 還滿抗疊的 我就不怕他不漲 遲早的問題 遲到總比沒到好嗎 該來行情他還是會來 光馬科複習一下功課 當時候在低檔 足底7天的買點 有沒有95.9 我跟你預告8天會轉折向上 他有沒有從95.9 這個位置轉折向上 一路的走高 重挫 5月16號有沒有 重挫壓回還可以買 我特別在520那一天告訴你 他止跌了 第二隻腳買點98.2 記得嗎 上去回檔重挫 誰會跟你分析光寶科 就是我 壓迴可以買 止跌當然要買 98.2是第二隻腳 95.9第一隻腳 第一隻腳第二隻腳 你有買的幸福 你在怕什麼 把00940把它剔除掉嗎 你怕投信賣嗎 誰在買 誰在買 投信一路的賣 股價卻一路的漲 漲多了我就賣 5月27號賣122 對 第一隻腳有買的29% 第二隻腳有買的26% 對 兩次都有買的55% 5月27號公開的賣點122 當天你會想賣嗎 都沒有跌 都沒有跌 我們公開我的賣點 電視公開 我的LINE也公開 對 你是我LINE的一個粉絲 你去看一下5月27號 我們告訴你光寶科要賣 就賣在122 賣完之後 跌到108 高點沒有賣的怎麼辦 隔天就沒有12的高點 對 所以很多人都不賣 到今天為止106.5 你賣了嗎 你還有嗎 已經回檔7天了 光寶科呢 接下來怎麼操作 你是會員 幸福 對不對 這一檔AIPC的概念股票 今天的黑街棒 支撐接近了 大盤底180點 你就是低接 低接這種未來產業 跟所謂雲剛具有前瞻性的 逢低承接 你一定看得到 波段議論 要如何操作 歡迎加入龍家軍的行列 從明天開始 我們一起來對時對價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中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